東元的核心事業在基電 基電產品這裡面現在有很多新的機會 一方面是在傳統的工業馬達裡面 尚有很多機會是東元可以做的 而且現在很多柴油引擎、汽油引擎 現在陸陸續都轉成電動 這從整個環保、節能、減碳 這是一個趨勢 除了馬達的效率化之外 我們是求馬達應該可以做得更輕、做得更小 這樣它才能夠進入到更多的應用 它能夠進入到更多的市場 終極目標就是要讓東元馬達無所不在 再來除了馬達之外 動力的控制也非常的重要 馬達是心臟 但是控制劑是它的小腦跟大腦 那是要整個系統結合起來 我們看成功的這個基電的公司 未來的一個趨勢 是必須要把它的心臟跟大小腦都能夠整合 這裡面有很多數位技術 很多AI的技術 還有在設計上面的整個模擬跟測試 這裡面都會有一些大幅度的繁星需要被做 你會提高嗎? 按一下